欢迎大家收看吃得开心 我是节目主持有matina 常常我们都会觉得吃素食 都是比较伏味少少 很单调的 也都会想像是比较上了年纪少少的人 才会觉得吃素食 但其实近这十年八年 很多的素食馆 都为了吸引香港人或年轻人去吃 都会搞尽脑汁地创新了很多素食的菜式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间素食馆 创新了很多不同的菜式 令到我们的年轻人和香港人都会热爱素食 首先请来我们今集的两位嘉宾 就是常月素食的负责人赵先生和师傅华哥 Hello 两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刚才我提过 其实现在我们一般之前想 可能会觉得好像比较上年纪的人 才会吃素食 但近这十年八年 正如刚刚所说 就已经很多开始年轻人 都会觉得健康了 就会去吃 越开越多 一些素食馆就越来越多了 如果比较起平时的素食馆 你们有些什么特色在这里 我们的素食馆 它款式和脆色的要求方面都比较严格 我们的款式会非常多 有泰式的明鲁鱼 日式的鱼山寿司 还有上海式的小笼包 还有很多濫团的小食 甚至乎村式的口水鸡也有 一般我们会觉得 可能吃素食都是我们平时会吃到的普通菜式 但你们的特别之处就是在于 我刚才听到 又有一些日式 又有泰式 例如上海 小笼包 这些都会做到 那就不怕 可能我喜欢吃这种口味的人 这种菜式的人就吃不到 但在你们里面 总会找一种自己喜欢的菜式 一定会适合他吃的 你们有没有说有什么理念 理念方面 其实这家素菜馆就是我们老板娘四姊妹 她们四位 其中四位都是前乘佛教徒 有三位是吃长素 吃了几十年 她们认为 吃素可以小杀生 積福 如果开素菜馆 可以吸引多些人吃素 也是一件好事 他们本身由小到大 已经是宗教信仰 导致他们都会吃素食 因为自己觉得很健康 就开一间素食馆 不如一起传达这个健康的讯息给大家 名为上月素食 但是上月素食的名字 其实是否想告诉大家 如果你吃素食 又那么健康 又可以令自己心境开朗 然后就会常常笑 所以就常月呢 也有这样的意思 但是有更加深的意义 就是说 其实我老板娘开这间素食馆 另一个目的都是纪念她妈妈 哦 纪念妈妈 所以我们餐厅的名字 都是用她妈妈的名字 发名 常月来明明 哦 刚才我刚才解释的 有常月又好像令大家 常常会开心 是般若 但是她妈妈 因为纪念她妈妈 所以就用了妈妈的名字 就是常月来做这个餐馆的名称 但是话实话 其实吃这个素食 如果自己本身不是吃这个素食的话 常常会觉得 突然之间 平时自己可能有吃肉 然后变成一些菜菜的时候 好像很寡 又不知道怎样去坚持 但是往往如果你做这个转变的话 其实你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坚持 然后真的不可以说 这头又吃下 这转变不吃 那怎样去坚持到呢 其实吃素也很财意的 你不需要刻意地去吃肉 就是用平常心去肉 平常心 你觉得很财意 我喜欢吃就吃 你初初吃一下素之后 你觉得 咦 第一次接触一下素食 然后你在你的饮食习惯里面 就少点吃肉 多点吃菜 就是不要说一下子 其实都可以慢慢的 慢慢的減少一些肉 慢慢的減少 就是让自己好像习惯了 慢慢的习惯了 慢慢的习惯了 因为你觉得吃完素之后 你觉得你自己的肠胃 都会舒服一些 那精神都会好一些 那你就自然 慢慢就会喜欢吃素 唉 而且一些菜式方面 都是十分之健康的 是的 因为现在很多素菜的观色 都是注重健康 那选择方面 都很高要求 尤其是我们的素菜 是 其实我都觉得 如果你要转向这个 就是去吃这个素食 其实最重要是 你自己明白它有什么好 对自己的好事 对自己的好事 你会有健康 就是你不要听人说 你试一下吧 你就硬去做 其实你最重要是自己 就是觉得 我吃了真的对自己有益 真的有益 不需要逼自己去做 对 就是你说服了自己的话 你去吃自然 就会不需要说 好像很辛苦 又要怎么去坚持 其实根本就已经习惯了 而且不是吃得很开心 嗯 没错 最重要就是吃得很开心 那我们说了这么久了 当然要先介绍一下 一些菜式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点心方面 这个是北京的饺子 是吗 是的 那它有什么特别在的 这个北京饺子 其实要做它的功夫 是比较多一些 因为它是要自己用手去做 是 做得漂亮 因为功夫最繁多 那我们也不介意 这么多功夫去做这个菜 都是希望那些顾客 能够吃到 能够吃到 由我们师傅亲手做的菜出来 就是外面吃不到的 以别不同的菜种 是 其实它里面 就是它的馅 是什么来做的 因为平时我们吃到的齋菜 当然已经不是肉 但是它的仿真度 是很高的 很高 就是你吃了之后 如果不跟你说的话 其实你未必知道 你吃的那样是一个素食 本身这个北京的饺子 它原本是肉的话 是一些猪肉 还是什么肉 是猪肉 是猪肉 是用什么来做到 它好似猪肉 或者这个制作过程 或者由我们的点心大师傅 華哥介绍 華哥介绍一下 究竟怎么做到这么似的呢 这个水饺呢 波清水饺呢 我们是手干皮 嗯 它的特色呢 是皮薄 皮薄 咸多 嗯 餡就够了 咸多皮薄 嗯 那么 吃起来 吃起来 鸚鸚 哦 鸚鸚鸚 嗯 它的特点在这里 其实做这个水饺呢 最大的特点 華哥就说中了 就是因为你要皮薄 跟着 餡又多 吃下去还要很有蛋 因为很怕的就是 有时你会吃一些不同的饺子 相信每个人都会吃到 但是会分 如果你可以馅入少少的话 皮呢 又很厚 其实你吃下去 口感是很差的 所以你要做得很好 就是皮 它很黏黏黏的 对 我也知道 我也听闻过你们的利害 你们的点心 是在美国那边 受到这个传媒表扬的 是的 他们说我们 就是他们评价我们的点心 是全香港最好的熟调点心 嗯 尤其是他会 特别介绍我们的XO象叉落伯膏 不过那么多菜 我们带不了那么多上来 是的 当然我刚才听到 有那么多种不同的菜式 其实如果带上来的话 我想我们可能要 录很多很多集 一辑 一个国意志 那你要去我们的部份 慢慢试 当然要了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过 最重要的特点就是 皮膚 馅又多 要有弹性 之外 其实做的工序又是怎样呢 一开始是怎样去做的 我们首先是用中间面粉做 嗯 因为高间面粉 它的症太大 是 这个皮会受缩 用中间面粉 中间面粉 嗯 低间面粉 它有不够口感 它没有根 没有口感 是 用中间面粉做 会不会很花时间 因为包饺子的话 跟着又要 令到它很适中 每一块都是 那个馅 或者外形上面 都是很漂亮 其实包下去 会不会很浪费时间 当然还浪费 一个呢 我们首先用的 算是 新鲜的旺菜 嗯 还有树油 是 冬菇等等 嗯 冬菇 因为上菜呢 它没有什么肉呢 用菜来做馅 比较容易出水 那师傅在包的那方面 就时间包得好些 是啊 有多久 而且是难包些 因为你如果是 菜可能包慢些 或者馅有盐分 它会一直出水 就会包出来 很难包 一个呢 就是你要时间配合得好 是 就是包个时间 冬菇 要手要快一点 不快 那些真的要流出来 哦 所以呢 你又要 手呢 包的时候呢 已经是很快 快脆的 但是又要它靓 又不可以 一些里面的菜汁 流出来 但是我的要求呢 嗯 每一个稿子皮呢 嗯 不要超过三千 哇 还要这样去分 是啊 因为你的皮打住呢 是 好多好多了 是 那我要求 它的特点就是 皮薄很多 嗯 所以要变得有弹性 有烟韧 所以就是 每一粒的要求 那质素都要很高 嗯 再加上我这个质 是 容易消化 是 我们的质有开尾消化 所以会成为很多的 嗯 那我们介绍完这个 北京饺子了 就介绍一下 那个萝卜丝 萝卜丝 萝卜丝有什么特色在这里的 萝卜丝呢 萝卜丝呢 我们是老传统的做法 用手工弹 什么做法 用手工弹 用手工弹 自己去做的 那它的工序又是怎样呢 整个过程是怎样用手去做 对了 首先呢 我都是用中根面粉 是 但是不要用高根 高根面粉呢 它的根太大 如果你爆好的时候呢 炸的时候呢 它会酥 酥不开 就是中根面粉 有一个就是高根的面粉 对啊 做一个低根 低根面粉又不好做 是 低根面粉呢 它炸的时候呢 会爆开 不会爆开 对了 但是这个面 开面的时候呢 不要太扭 也不要太扭 要打 打到它去根 是 不停不敢打 不停不敢打 好像打拉面那样 所以功夫是很多的 对了 对了 因为我就这样听的 选用面粉又要 最麻烦是做皮 功夫多 嗯 一路拆一路打 一路打 打到血根 那我要讲到油酥 是 油酥呢 我们是用植物油做的 那说一下我们的植物油 那因为我们是素食 不可以用植物油 那我们用植物油 但我们是选用美国的 纯天然植物油 但是用这个美国纯天然植物油 对了 那有什么好处呢 它是全是大豆成分提煉出来的 是 没有胆固醇 也没有反式脂肪 所以你吃下去 这个萝卜烤饼 那么好吃 也很健康 嗯 看下去就以为 好像酥炸 那样 我不会说 有反式脂肪 对了 但是用了这个天然植物油 再加上师傅 用的心血 用的手去打的话 就会是很好吃得来 又健康 一定要打到血羹 嗯 那我们这个油酥呢 用植物油 用脂肿明粉 是 开酥 那然后呢 那样打好水瓶呢 包买的油酥 哦 就是起完皮之后 再另外做一个酥 由皮包到酥 那包完之后 就会拌开它 一层一层的反复这样做 嗯 所以功夫特别多 如果做的次数越多 那你起的层就越多了 大家要十一层了 哇 所以你看那个萝卜酥 还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的炸出来 嗯 那我们听了华哥 和赵先生介绍了 那么多关于这个素食 如何去做 和那么考功夫去做的 我们时间也都差不多了 我们休息一会 呢 回来就介绍其他的菜式给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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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 天然 纯正 无杂质 高级金丝燕窩检 滋补 养生 东俊燕窩庄 意识典雅 法式浪漫 Savon Bistro 进行欧陆经典佳鸭 八年老号希腊酒庄 優质葡萄 结合千年古希腊酱方法 延续酒香文化 Santale 咦 没有人有味 用了多洛士加利安環保七 美国制造绝无VOC 甲醇和其他有害物质 符合美国专业环保认证 全家健康又安心 现在多洛士 还有全新推出的 环保健康系列 抗菌抗甲醇 保护更全面 想知多点 上多洛士网页看看吧 传统培育智慧 现代护理调养 专业培育员 陪你坐月子 爱宝宝 爱惜你的伸子 好月子培育 令宝宝健康 令妈妈无忧 月子坐得好 一世没烦恼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食得开心》 继续有我Martina 和我们今集的两位嘉宾 就是常与素食的负责人赵先生 和师傅华哥 上一节我们就介绍了点心 就是北京的水饺和萝卜丝给大家 接着我们先讲下主菜 在面前看到一大条鱼 这个鱼是什么鱼 这是我们的泰式鸣鱼鱼 刚刚你有提及过 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菜式 这个就是泰式鸣鱼鱼 但是泰式鸣鱼鱼 究竟鸣鱼鱼 究竟鸣鱼鱼 应该怎样用素食 去做鸣鱼鱼 那我们用这条鱼鱼的餡料 是我们用新鲜的湿竹 湿竹 有冬菇 亦有金菇 加一点素肉松 一起去打它里面的 就是将它们混合在一起 然后打坏 打坏它 就做里面的餡料 是 然后我们用新鲜的腹皮 腹皮 对 用紫菜 去将那些餡料包起来 整条鱼形 就是我们现在在面前看到 它的外形就是靠这个 紫菜和新鲜的腹皮 腹皮 然后包在一起 包在一起 就为了令它们固定了一个形状 是的 我们包完之后 还要放在蒸柜里 蒸它几分钟 等它定型 做完之后 我们就会摊出来 摊出来摊凍它 摊凍它之后 然后才切成一片片 即是只做这个 明鲁鱼的外貌 餡料 已经是又要包住它 又要蒸一下它 又要包出来 再等它摊透一下 然后再做其他工序 所以功夫也有很多 因为说明这个是泰式 那它是否在酱汁方面 都会做泰式的配料酱汁呢 一定会的 所以我们选择了泰国的青檸 是 还有金不换 也有香茅 南姜 是 再配合我们的上汤 加些茄汁 倒板酱 所以煮出了这个 很清晰的酱汁 而且我看到它 真的好像泰式 你们去泰国的菜馆 就会看到它有这个鲁 整条鱼 滚滚滚吃 所以就很清晰 那上汤方面呢 上汤方面是如何熬制呢 上汤我们会选择 有大豆芽 芫荽 还有 细芹 有冬菇 一起去熬它三四个小时 是 就是很鲜味的上汤 是否很多不同的素食 只要用到这个上汤 都会已经是这个上汤 是的 基本上素食我们煮的菜 都是用这个上汤去煮的 那旁边这个呢 整个恐龙眼仔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叫做法式的牛油果 就是我们由这个泰式 转到这个法式的牛油果 那里面有什么馅料的 里面有些素的海鲜 有素的吞拿鱼 里面还有沙律酱 它是怎样去煮到呢 就是一开始的牛油果 是把它刮到空心 还是怎样去煮到呢 因为不需要全摸 我们先选择刚刚熟的牛油果 因为刚刚熟的牛油果 就是减选牛油果已经有心得了 对 因为不熟就很稠 有些苦味 是 那我们减选牛油果 拍了两边之后 就滑了滑 也会滑一些肉出来 是 滑一些肉出来 就拌回馅子里面 拌匀 拌匀 是 再釀下去 那这个是焗的 是吗 是 放在焗炉上 焗十几分钟左右 我们面前也会煮一层芝士 才焗的 焗出来就会金黄色 嗯 而且是很香的 对 很香噴噴噴 因为牛果有很香甜的味道 对 我经常觉得一些素食 我不明白为何它明明是素食 但是它做出来 它的外貌 完全是好像平时你真的买到那样肉 又或者是其他配料 材料 其实素食的原材料 很多都是由大豆提煉出来的 是 它们都会用大豆的纤维 或者是黄豆粉 再加些蔗糖 其他的 或者海藻之类的调味料 那如果颜色呢 颜色方面是怎样做的 颜色方面是怎样做的 颜色尽量会用天然的色素 是 例如红色或加纖红萝卜 它做出效果又健康 始终都是一些天然红色 橙色 就利用红萝卜 有其他蔬菜 例如我们平时吃到的西芹 那样东西 它就是绿色 其实就可以利用这些颜色 而制造它本身 模仿那样肉食的样子 颜色方面 但是味道方面 味道方面 为何会那么刺 口感 口感 因为它是大豆的纤维 你吃下去 它就会有一些 烟硬硬硬 像素鸡 也有烟硬硬的感觉 如果你不需要烟硬 就有些用魔狐 如果需要一些腥味 就用许棗 所以素食有很多变快 就是简单 你好像来来去去 都听到大豆 或者菇类 菜类 但是你变了出来的 又可以发色 泰色 这个牛油果 如果我们去做的话 其实你要焗多久呢? 焗15分钟左右 因为要慢慢焗到里面热烤 它的牛油果的香味才会走出来 即是一开始 可能准备了一些配料 到客人叫的时候 才用15分钟 把它焗了 然后就上台了 它吃下去的味道 是令到我们开胃 还是甜的 还是怎样的? 很香甜 有沙律 所以也令到我们很开胃 是的 是的 我们平时吃一些开胃菜 都会觉得 吃沙律 你就会是头盆 吃了一些 对 所以我们这些都是头盆 那我们介绍完 这个牛油果之后 就到介绍一下 南瓜 其实这个南瓜钟 平时我们只会听到 冬瓜钟多了 那为什么又会挑选这个南瓜钟呢? 因为南瓜它有 营养成分也很高 是的 它有纤维 还有含有很多维他命 而且它的卡路里是很低的 有没有说 一定要选哪一道的南瓜 才会特别好吃的? 我们多数会选日本的南瓜 因为日本的南瓜 它的肉质是干一些 和粉一些 甜度也会更高 哦 所以吃下去更好吃 所以吃下去更好吃 嗯 就是刚才我说到 南瓜就比较纤维多些 那我们吃下去 就更健康 是的 就更健康 多谢你先 那说完这个南瓜钟了 那里面有什么馅料呢? 里面有些新鲜的百合 和新鲜的甜豆 那我们就要加一些瘦珍菇 也有少少的素肉 可以调一下味 嗯 其实这个钟它的做法是 将它炖 还是如何去炖 还是如何去炖 我们首先将南瓜钟 是蒸透的 改了之后 改成这样的形状 那就会更漂亮 是的 我还看到它的花纹 切了一个粒粒的形状 那我们就放在蒸柜里 会蒸它 大约三十多分钟 是 因为各个南瓜不同 所以有些厚身的 就会蒸久一点 那我们也要不停看 要看它的肉的軟度 但如果蒸过火之下 可能会爆 所以就要经常控制它 因为各个南瓜都不同 但是如果经常控制它 究竟是火方面 还是要拍一下它 看看它熟的程度 或者軟的程度 去到多少 如何去掌握呢 我通常用筷子 扣一下 扣一下 扣一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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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刚才听到 有这个白盒 是吗 新鲜白盒 其实新鲜白盒 它吃了会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健康 还是用来香 做配料 做配料 其实是配料 我们也会放几粒红莓在面上 红莓 那这个南瓜中 吃下去的味道又是怎么样 甜 嗯 其实大部分素食 是不是吃下去 都是偏向开胃 甜甜的 或者有点酸酸的 酸酸的 这个牛油果 就是因为它想像海鲜 有些沙律味 开胃 头盆 都是看它的主菜 每一道菜不同 我们的要求就是 希望每一道菜都能做出它本身的特色 还有它本身的营养价值 是 我们说完这个南瓜中 就到下一道菜式 看上去就像我们一般会吃到的春卷 那样 但是我当然知道 打得上来的又怎样像春卷那样简单 那究竟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黑松露菌的脆脆卷 就是这个脆脆卷 就是我听到黑松露 为什么会用黑松露呢 因为黑松露它的营养价值都很高 还有它有独特的香味 嗯 黑松露醬呢 其实是怎样去制成的 黑松露醬 其实它都是用黑松露 打成粉 然后用它的葵花籽油 去调制 黑松露醬是比较有 因为有油封住它 可以比较 放很久都不重要 哦 因为现在新鲜的粉 你一放太久 就很难吃 但是其实呢 有吃过黑松露的人呢 我发现呢 有时候一些比较上金贵一点 或者我来听下去 他觉得有名贵一点的配料 酱汁啊 各样东西呢 都会发现呢 很极端的 如果你喜欢吃的话呢 你会觉得它很吸引 但是如果你自己真的吃下去 一般的话呢 你会发现 好像都不是那么好吃 因为我发现黑松露呢 它好像有一些特别的 腥味 对了 味道在的 其实有些人就不太接受 但是看你怎样去制这个菜 是 所以如果你这样去蒸 放在表面上 你会有一种腥味 很重 好像太重了 对了 但是黑松露要生吃 才能吃到那种香味 是 因为一受热 它的香味就会走很多了 是 所以我们这个菜 就是用一块春卷皮 包上它 是 包上它 就让它黑松露的香味 保留在里面 对了 吃下去就会吃到黑松露的香味 是 而春卷皮有一种脆脆的感觉 还有什么其他配料 另外会跟一个西山菜拌来吃 对了 我看到又变成义食了 对了 对了 这个西山菜我们也会用 意大利的黑醋 和橄榄油 对 对 一些芥末去调制 哦 那你吃下去 就 也可以解掉 你刚才吃炸的黑松露卷 把它混合 对了 可以清热气 亦都可以令到 有些醋的酸味 很清胃 也都按开胃 就不怕你 就这样吃这个脆脆卷 就好像很热气 或者很鲜炸的成份 就用一些菜 就等会均匀 对了 因为吃完炸的食物就比较容易 嗯 那我们听了华哥和赵先生 介绍了这么多关于素食 不同的菜式给我们 首先很感谢两位 如果观众想知道更多素食的菜式 就可以自电27873128 那今次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一起跟观众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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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各位观众想重温我们 今集的节目内容 就可以到以下网址 www.apris510.com.hk 又或者是有智能手机的观众 亦都可以到appstore downloadapris 那就可以随时随地 都看回我们的精彩节目 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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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